苏联自建立起,一直奉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党员是不能有宗教信仰的,而且对宗教非常排斥。 在这种情况下,境内的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处境就变得非常尴尬。 那么问题来了,苏联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什么政策呢?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强制世俗化,手段简单且粗暴。 事实上,国外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宗教是坚决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中说道, 古兰金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 击败它们分成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穆斯林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及斯迪。 伊斯兰教经典宣称所有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 这显然和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 是必须要被彻底消灭的一种旧式奴隶主反动寡头政治形式。 马克思说过,宗教贫困,即使真正贫困的表现, 也是对这种真正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受压迫生物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脏, 就像它是无情秩序的精神一样。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说道, 一切宗教不过是政治寡头们的伎俩, 是为了实现政治寡头们利益和企图的精神毒气蛋, 是一种比一般唯心主义更反动,坏透了的唯心主义。 斯大林在伊神宗教的反动本质及其幻象中说道, 所有这些伊神论者们的诡辩和侃侃而谈, 穆斯兰教是最反动,最以为,最落后的宗教。 这个宗教擅长花言巧语式的语言包装和妄自尊大的目空一切, 用以迷惑信教徒们, 早晚是隐藏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最大祸害, 必须予以彻底消灭。 列宁执政期间, 苏俄作为新生的政权, 为彻底瓦解反动势力, 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相对包容的政策, 不仅废除了帝俄时代对此教的打压排挤政策, 还积极团结穆斯林, 号召他们起来打破枷锁。 后来, 苏联更是给穆斯林建立了达达斯坦、 巴士切尔等一批伊斯兰自治共和国。 当然了, 列宁的宽容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1923年12月底, 在布哈拉召开的全体伊斯兰教毛拉代表大会上, 毛拉们指出, 苏维埃政权是安拉的安排, 因为它的建立代替了对人民不公正的政权, 并且用古兰经来加以佐证, 以便让苏联得到穆斯林的认同。 不过列宁对东正教却从来没有宽容过, 一直是往死里整, 这体现了列宁对于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标性。 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斯大林上台后, 发现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长期剥削底层穆斯林, 还霸占大量土地, 严重束缚了底层穆斯林建设苏联的热情, 非常不利于苏联的工业化。 为了集中所有大权搞集体化, 权力发展工业, 推行无审论, 它一改列宁时代对宗教相对宽容的政策, 开始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进行了强制性的世俗化政策。 除了伊斯兰教, 在俄国影响最大的东正教也受到影响, 连佛教等宗教也受到牵连。 在集体化的背景下, 苏联发起了激进的反宗教宣传, 并伴随着公开挑衅。 神职人员专注于村庄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 在物质地位上与他们接近, 他们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 正是这些阶层和神职人员不接受集体化, 因为集体化首先是为了消灭他们。 他们的农场被没收, 他们的房屋被公有化, 他们自己也被流放。 事实上,牧师等同于富农, 为了抗议苏联的集体化政策, 神职人员开始煽动教徒反对苏维埃, 农村之中爆发了激烈的阶级斗争。 1926年, 苏联官方文件上首次出现, 伊斯兰教反苏维埃性的观点。 1927年, 苏联认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 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带祸害。 1928年, 当局开始打击伊斯兰教。 1929年初, 发出关于加强反宗教工作措施的绝密通知, 将反宗教斗争等同于阶级政治斗争, 开启了打击宗教的新阶段。 1929年5月, 苏联宪法第四条的新版本, 将宗教和反宗教宣传自由, 改为宗教信仰和反宗教宣传自由。 这在法律上将宗教信徒置于与其他公民不平等的地位。 1929年10月, 将礼拜牧师列为被剥夺公民权的类别。 1930年2月15日, 通过的《关于打击宗教团体领导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决议, 则令地方当局加强对宗教团体领导人的控制, 将反革命分子排除在现役部队之外。 在斯大林主导苏联的时代,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是一直被严厉打击和摧毁的最主要对象。 先是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当作封建迷信, 强行禁止, 至少有95%的宗教建筑被移为平地, 直到伯雷日涅夫时期重新开始放纵引进, 并且废除伊斯兰法庭和法律, 关闭宗教学校和伊斯兰文化艺术中心, 没收清真寺不动产。 除此之外, 还有数不清的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大清洗中被流放, 其中接近一半的穆斯林没能活过大清洗。 卫国战争过后, 又有大批的卡拉恰耶夫人, 印古什人, 车臣人, 巴尔卡尔人, 达达人, 麦斯克特土耳其人, 库尔德人等穆斯林被压解除居民点, 被永久流放至西伯利亚。 造成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穆斯林死亡, 有好多穆斯林是在迁徙和刚刚定居时死去。 赫鲁晓夫执政后, 依然贯彻反宗教的思路, 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神论教育运动, 在各类院校都开设科学无神论课程, 伊斯兰教仍被看作是毒瘤和不稳定因素。 赫鲁晓夫上台后, 虽然大力否定以斯大林, 但在对付伊斯兰教上, 仍是斯大林那套从严管理。 1958年, 赫鲁晓夫发起反宗教运动, 将绝大多数清真寺关闭并禁止重建, 规定穆斯林去卖家朝禁, 必须经过严格而繁琐的审批程序, 去沙特朝拜圣人的领路圣地, 更是被官方所禁止, 而且当局还强制穆斯林在清真寺内养猪, 阿轰当猪官, 强迫神知人员参与生产, 与此同时, 宗教组织被等同于商业企业, 神知人员被等同于企业家, 如果不缴纳税款, 神知人员可能会被逮捕, 他们的教区可能会被关闭, 据统计, 从1928年开始, 苏联共关闭清真寺1.2万多座, 穆斯林小学1.4万多所, 伊斯兰教神学院500多所, 90%的毛拉被禁止旅行职责, 许多清真寺被改建为仓库和生产基地, 当然了, 这一时期倒霉的不只是伊斯兰教, 包括东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 受到了极大的打压, 不过, 有必也有力, 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统治时期, 苏联境内的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她们不再被局限于家庭中, 也不用戴面纱, 很多人进入了学校和工厂, 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同时也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 让苏联整个经济和工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伯利日涅夫上台后, 对伊斯兰教的管控有所放松, 但仍旧十分严格, 而清真寺的数量, 也于这时开始了非常缓慢上升, 并出现了频繁的伊斯兰教活动和伊斯兰教神学院, 穆斯林学校,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不顾禁令前往沙特朝拜,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 为了响应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 彻底放松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 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推行民主化, 公开性, 多元化, 这导致苏联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几十年 以贯制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 长期受压抑的伊斯兰教成复苏态势, 就连一些党员都随心所欲, 顽固地坚持宗教信仰, 遵守教规, 1988年, 戈尔巴乔夫明确表态支持伊斯兰教, 在这种情况下, 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日益公开化, 并且开始攻击从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人, 甚至还发出了把圣典和历史还给我们的言论, 1990年, 戈尔巴乔夫政府宣布宗教自由, 并提出, 与这个国家五千万穆斯林实现和解的口号, 伊斯兰教遂全面复兴, 伊斯兰教在苏联境内得以复兴, 清真寺越见越多, 毛拉越来越多, 伊斯兰教神学院也越见越多, 从1987年起, 在短短的三四年间, 中亚地区的清真寺就有160座, 增至5000多座, 现在, 中亚地区和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之所以世俗的很, 跟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推行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中亚地区和俄罗斯进攻rators, 中亚地区和俄罗斯克罗斯这次将来填充关于台湾的节点, 到过市两个人下来的, 中亚地区和俄罗斯克兽中的温暖子币, 中亚地区和俄罗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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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地区和俄罗斯公布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